東西第一個我們先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的話就是半自動 什麼叫半自動 就是我剛剛先從我們的網站上面點一下 它會下載 那下載之後的話 變成說你下載之後再去開啟它 所以開啟的話檔案在這裡 它叫什麼ATM 這什麼後面好像有0625 還有日期 而且不同時間下載它有不同日期 按右鍵的話你可以Edit 你可以看一下裡面格式大概就長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第一列它是欄位名稱 所以未來如果說我將來不要列出欄位名稱 我只要列出底下的資料 因為未來可能還可能塞到資料庫裡面 那另外我也不要最後一欄 可能就前四欄 第五欄不要的話 因為第五欄就它的那個單位 其實不需要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我們就是 也一樣開一個新的Module 所以在那個Python裡面按右鍵 開一個新的Module 第二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怎麼樣 F等於Open Open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檔名給它 一般的話 當然第一個 你就把那個檔名部分複製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把檔名跟副 特別是檔名跟副檔名都需要 所以這個複製之後 貼到這邊 那上面這邊的話呢 點一下路徑貼到這邊 我是比較建議你用貼的 因為如果你自己用打的很容易錯 而且這個只要錯一個地方 真的就沒辦法開啟 一個地方都不行 一定要完完整整的全部都對 另外的話 因為我們是用絕對路徑 除非說你把這個檔案 摳到我們根目錄 否則的話呢 你就絕對路徑的話 那這邊加個小R 你就不用在這邊裡面 再一直加那個反斜線 兩個 因為要拖曳資源 所以你加一個R的話 基本上就不用再加那個 兩個這個反斜線 OK 然後我要讀取的話 我前面講過讀取模式 那encoding的話呢 我前面也講過了 其實一般不就是用ANSI 不就是如果ANSI的話 你就不用加encoding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說你按右鍵 其實用編輯 用那個什麼記事本看一下 裡面另存新檔一下 如果說他的編碼方式是UTF8 那你這邊的話 就一定要UTF8 這個可能都是細節 如果這個細節沒有注意到的話 那你就會變成乱碼 或者是他會產生錯誤 無法開啟 好啊這樣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 確定說沒有問題 那我就怎麼樣 把它打開 開檔了 那就丟到一個F的物件裡面 那前面我們用過蠻多啦 所以這個應該不陌生啦 剩下就是各位要回去再多練習 因為這東西 其實如果沒有練習的話 很快都會忘光了 很重要 如果你後面 前面如果不熟 後面當然會比較會有問題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用F物件裡面的什麼 直接 我前面有講過啊 那個 讀取模式 如果一行的話叫ReadLive 如果很多行叫ReadLive 如果全部讀取的話叫Read 所以我們在那個 好像合併 全省郵局地址那個翻例 有用Read 就全部讀啦 因為我全部讀之後 我再來處理好了 所以我把它全部讀 讀到S這個變數裡面 然後S變數裡面 因為它讀進來之後 我要把它裡面的東西 什麼東西呢 就是每一行每一行切開 所以呢 它根據它後面的反斜線 N 換行的部分 幫我全部切開來 所以切開來之後的話 放在List1裡面 那List1之後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它print出去 那print出去 因為我要避開 第一個 就是第一列 這個標題 這個裡面都放藍位名稱 那我要避開它 那我要避開它 所以我後面的話 我先print它的藍位名稱 然後我這邊這一題 我用那個中間不用逗點 因為為了幫它做一個識別 所以我這邊用反斜線T 就是按有點像Table 然後避開第一筆資料的話 那我就for i in range 從1開始 我不要從0 因為這次是0開始 那從0開始的話 就會抓到藍位名稱 我不要藍位名稱 我要從1開始 也是直接抓那個 第二列的資料 那再來的話呢 就分別幫我輸出 但是我本來是斗點 我要把它變Table 所以呢 我就再把它切割 所以這個地方 讀到這一筆 那這一筆讀進來之後 再利用斗點 Split幫我切開 切開之後呢 丟到前面就是我用List2去接 那List2就會變成 第一個 輪背的話 基本上切開來 裡面的話 那就會把那個 這個放在0 這個放在1 這個放在2 這個放在3 0 1 2 3 所以 這邊的話List0 就是放剛剛第一個輪背 OK 這邊就有 所以其實 這個東西 就是第一個 OK 那第二個 第三個 第4個 分別的話 就類似這樣 因為為了方便 我前面講過用Format 你Format中間 你可以反斜線T 那分別 把它這些資料 一個一個的丟進去 那一直跑回圈 所以它會 這個先輸出什麼 上面Printer先把 我的欄名先Printer 底下這部分的話 就把所有的資料 分別幫我Printer出來 那就列印在下面 那這樣的話 就等於 這前面應該有做過類似的 那只是說 目前 如果說你還要抓最新的話 那你變成說 你可能 就有點像半自動 你可能還在點一下 那它又一個新的 那你變成你要怎麼 又要抓新的 你可能要按右鍵 對不對 跟這樣應該是 再把這個檔名 如果你要最新的話 你可能又要再把這個 檔名跟副檔名複製 然後呢 再到Eclipse裡面 可能就是 把它這個再貼掉 有沒有 變成一個新的檔 因為它名稱都會不一樣 那你在執行 可能才會是新的 那這樣你想說 那這樣有點 不是全自動 我變成每次都要點一下 拆一個新的檔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那我乾脆怎麼樣 直接到那邊抓就好了 所以 待會我們可能要變一下 變什麼呢 就是直接 把這個路径記下來 我不用點它 點左鍵它就直接下載 但點右鍵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複製 連結網址 你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幹嘛 我就不要直接open它 我用那個request 裡面有個get方法 我就把它從網路直接抓就好了吧 我就不用每一次都還要下載 這樣的話每次下載才能夠抓最新的很麻煩 所以我乾脆怎麼樣 把這個連結複製 那複製之後的話呢 其實就是上個禮拜講的 大概其實就再加個三號 import request 然後request裡面有個get方法 把這個網址貼到後面 它會回來一個html的物件 那這個html物件裡面 有一個tst的屬性 那裡面就是我們要的文字了 那你再把這個文字做切割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把剛剛這一段把它做出來的話 基本上就是把剛剛的一二三 就是檔案開啟這三行把它刪掉或註解掉 然後呢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從網路上抓 那這幾行其實我已經有把它做出來 所以其實剛剛的東西在這裡 我剛剛寫的這個這三行對不對 你把它取代成底下這幾行 其實這裡面呢 因為折行的關係 其實只有四行 Ctrl C 然後把它貼到這個下面來 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貼哪些 一樣是import 這個request 不過request上禮拜有講過 你電腦如果沒有裝這個package 應該是裝這個模組的話 它也不會有 所以這個要額外裝 第二個用它的get方法 然後呢把剛剛的網址 貼到這個後面就ok了 所以剛剛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什麼呢 告訴它說它的編碼方式是UTF8 如果這個沒有寫的話 有時候出現亂碼 OK編碼方式 再來的話呢實際上 跟上面這一題其實差別就是說 剛剛是read之後把它丟給一個s 去做sprint切割 但是這裡的話一樣是HTML 但是HTML物件裡面的TST 再去sprint它 丟到前面的list1 其實底下程式不用改 所以你會發現上面本來三行 貼上四行 就變成什麼呢 剛剛是半自動的 那現在的話就變全自動了 OK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我們來run一下看會不會成功 如果run了之後沒有問題的話 那應該也是一樣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應該也是一樣 執行一下 OK有沒有 那只是差別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這個時候呢 它這個更新的時間一定都是最新的 為什麼 因為你不用再點一下 或者你如果一直在沒有點新的 那變成說你開的都是舊檔 但是網路是直接指向它那個server上面的那個位置 它永遠都是最新的 不過它好像每一個小時更新一次吧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都是大概就是9點 19點等於7點時候的 等於要更新的話等下到20點 那目前的那個 因為今天天氣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所以觀測站得到的數值 好像都連台中那個都還是21而已 其實感覺應該50以下都算 都算是普通 算是還不錯的 那像高雄的話 今天高雄 高雄應該是最慘烈的 今天有沒有 今天的話 林圓那邊應該是空氣最差的 不過今天看起來還不錯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CSV 從網路上下載資料 那大家下載完之後 如果你還要再把它紀錄下來的話 其實後面你可以衍生 一般如果說 我們要把它紀錄下來 不就是再塞到資料庫 那不就是 再丟出一個 檔案出來 不過這個我想 這個後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第一個 CSV 從網路上下載 那待會的話呢 那我們就要來看那個 Jason 跟XML Jason 跟XML 怎麼去 把資料 一樣 做處理 所以以後不管 那個 人家給你什麼樣的檔案格式 那你都可以很快把它 處理完 然後丟出來 看到的就是我們要的 那如果後續你想要在Excel裡面做處理的話 你就輸出成 看最簡單 就輸出成一個CSV就好 哦